中央政府已告这一步的疫情过程可能能够设备 但是疫情过程企业等算冲击到参丁领受管工丁顶来逐行的三业 中央民国如行共业全国联合会表示 不仅台湾管工三业再不久可能全部毁白 和有政府比较过年对管路三业保障到所困 和管工三业可以在这一步的疫情平安度过 中央民国如行共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肖博人表示 目前政府占对路由每团保障了万户 但在三岁疫情影响之下 原本无法出团保障看得到三十没得到 去年八月份政府占对路由业者就没有特别所困保障 共会一在行文中央三不得到会议 在国外分分开放路由之下 台湾到现在也没开放几位 希望政府体渣应应 旅游业本来到目前为止就在水池的池底 那因为已经没有办法翻身了 那你说现在旅游业到底还有没有团可以做 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的所有旅游业 基本上是都没有收入 尤其是中小型旅行社 现在每天几乎一毛钱的收入都没有 但是还要支付水电租金员工薪水 所以还是希望政府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伸出援手 否则旅游业如果一阵不起的话 我想2030年的观望立国也不用谈 这一波的影响比去年的三级更严重 因为去年三级你有宣布大家有准备 那这一次是循序渐进的 然后从三万多五万多六万多到九万多 本来旅客就已经很心惊胆跳了 那你又在一万多的时候宣布了三级令 基本上是所有人都取消团体 中华民国露行公会赞国联合回标时 目前台湾观光三级在不求可能的专门关门 每周观光业者 所有政府比较过年 对露友业者会保障得稍困 你以前高峰 可能会等到七月份 但以前五万级优等 所有餐厅 消息观光丁三级 比过年受到经厌重的顺势 先想到明镜与七彩方的报道 那现在疫情时间 再讲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